好玩教学关卡就可以创脚 身高越高越好 体重110公斤最好 创完角色后职业建议选法师 升到10级转刺客练到97级 之后再转巫师屠龙发大财 整个过程有转又有爽 不管金币或RB或龙印强化 巫师比你爸爸还要会赚钱 而且很快就可以练满200级 简单来说 游戏前起跑图跑任务跟打王是刺客最爽 中期发家致富巫师最猛 满级之后随便你要转什么职业都可以 选完职业后 到旅馆把深渊偷窥孔领出来 拿到对面的杂货店卖31万 顺便买10个头纸弹 这边也可以顺便买油瓶 用来补充油灯 出杂货店往左边走会到伊欧拉的房子 跟他买300个蘑菇跟20个药草 然后自行设定快捷键 方便食用 只要有蘑菇 你的耐力就相当于无限 边跑边吃 可以玩得很舒服 再来跑主线任务到驻杂营地打使瑞克 丢两颗头智弹 他就往生了 这样很无聊 建议你自己打看看 打完后回到一届时 就可以创建一只自己专属的随从 随从职业建议选法师 练到10级之后 转巫师一路升到200级 这样的好处是简单省事 而且他可以用魔法帮你附魔或打王 将来在领都挂职业等级的时候 让他用龙卷风清怪很方便 缺点是纯法系养成的随从 树职不适合转职成物理进展职业 所以如果你想创造万用型的随从 就自行另外规划吧 接下来到黑咒岛升级跟简宝 先跑回于村旅馆睡到夜晚 然后码头有一个女人会带你到黑咒岛 进入黑咒岛把看板上的任务都接一接 然后把随从都丢到海里 再来一路跑到现月楼 这一路跑到夜晚 跟金发哥买圣者护服跟归暗飞时 买完后会顺便完成看板任务 等级直接飞升到九级 再来到楼下要用穿墙bug拿修炼戒指 进门前先存档 然后抬一个小尿壶进去 放一个木桶在门前 然后抬小尿壶贴着木桶跟门跳 大概间隔四秒木桶会把你弹出去 顺利就弹进门后面 不顺利就重新再放一次木桶 这边要注意 如果你角色太矮 低于181公分就不用试了 保证进不去 拿到修炼戒指后 储存并返回标题画面 然后选困难模式 重新开始游戏 重新开始后 职业选法师 到旅馆把东西都拿回来 之后一样打死史瑞克把随从领出来 领完后进一届随便找一只随从把人数凑满 然后到北边打狼群 目标是把自己的职业点数存到1500以上 然后随从要存1000点 之后才可以转职 战斗前建议先存档 因为被狼咬到基本就是秒杀 狼杀完后跑回去渔村的旅馆睡到夜晚 夜晚外面会有很多野狼跟戈布林 战斗前建议存档 点数存好后就到黑咒岛转直成为刺客 然后随从一样全部丢下海 把仓库的罩魔香料领出来 然后一样先接任务再跑到现月楼跟金发哥买 圣者护福跟归岸飞时 这时可以顺便买自己跟随从要用的武器 分别是森林短弓 短剑 普通大帐 买好后短剑跟大帐可以顺便强化以兴 装备弄好后跟之前一样抱木桶去开修炼戒指 开完后先存档 然后用木桶跳出来 从现月楼往上走就是未知穷顶 当你身上有罩魔香料的时候 进门后会随机出现三种怪物 我们要的是三只巨魔加一群杂种的组合 反复进门直到出现巨魔后 在左侧平台用弓箭射巨魔 成功后他们会爬楼梯上来 然后摔下去 摔一次扣半条命 摔两次就会死 成功吸引巨魔跳楼之后 在他们死亡前吃胜者护服 效果是经验值加倍 持续时间大概五分钟 足够你吸到三只巨魔的死亡经验了 三只都摔死后 角色等级会提升到38级 先存档 然后要不要跳下去捡东西随便你 完事后用归暗飞时离开 点一届时让随从复活 之后到鱼村门口杀兔子 每杀一只随从就升一级 升到十级就可以停手 回旅馆睡觉 大概睡五天一夜 巨魔就会复活 然后到黑咒岛让随从转直巫师 好了就把他丢下海 再来回到未知穷顶摔巨魔 流程跟之前一样 重点是要记得吃胜者护服 摔完三只刚好升到五十级 再来往回走到之前开修炼戒指的地方 左侧的门里面有出其最强短弓龙之怒 先存档然后抱木桶穿墙进去拿 拿完之后用归暗飞时离开 再来就可以回去本岛享受困难模式的简单之旅了 最后提醒一下 困难模式虽然怪物的攻击力比较强 但获得的经验只有两倍 因为升级容易 玩起来其实比普通模式还简单 而且破关时会有额外的装备奖励 所以建议用困难模式一路玩下去 以上 这一集就说明到这里 881